欢迎订阅姐妹 今天的诗经金句是 《恶仆,我就凭你的口供定你的罪》 《勞家呼音19章22节》 骚眼看来 这个主人对那几个仆仆真的不太公道 首先给大家不同的米纳 第二个比喻叫做《塔冷通》 就是《财能》 为什么不一样呢? 每个不同已经埋下了不公平的伏線 还有,有些人说 对,前面那两个是善良的 好的仆仁,善仆 为什么呢? 赚到钱 为什么叫做恶仆呢? 赚不到钱 所以这个主人其实很试困 很想自己有投资有收入 别人也是为他赚钱 关于弟姐妹 我们不是看表面 看得深一点 这个主人对这个 最后第三个仆仁说什么? 他说我仆仁 我就凭你的口供定你的罪 好了,那这个仆仁 第三个仆仁 他有什么口供,他说什么呢? 看回前面一点点 他对这个主人说什么呢? 他说我一向害怕你 因为你这个严厉的人 所以这个仆仁 他生活在 他的心态是害怕 很害怕 他心目中这个主人是一个 不好的人,很严厉的 专找人错处的 然后他说你没有存放的要提取 没有下纵的要收割 好像不对 是比得他少 不过他也有 他有一个米纳 不可以说他没有的 他怎么说没有存放 没有下纵呢? 而且主人 并不是要他赚很多很多 要有离息 意思是什么? 你要去 金于无险 你用你的才能 不用怕的 付出 一定有收获的 但是他不肯 他收起来 他活在害怕里面 不是感恩 他其实有的 他可能和别人比较 觉得自己少 于是 生活在什么? 埋怨里面 害怕里面 各位兄弟姐妹 我现在都六十多岁 晚上看东西都不太清楚 眼睛很快疲 夜晚的时候 尤其是 我可以埋怨 天主 你为什么不让我视力好些 让我多做些东西 为你服务 但是 各位兄弟姐妹 反而我们应该感恩 感恩什么? 感恩过去这么多年 晚上我看书都没问题 现在年纪大一点 有些问题 但是也看到 以前 天主给了我米纳 我怎么善用 我看了一些书 如何消化 如何为我讲道理 帮助其他人 去亲近天主 如果我有的话 我最少收回一点点利息 希望 注意也不会跟我说 恶服 不过 让我们背一背这些圣经 背熟之后 让我们从负面方面 希望 不会听到 主人对我说这句话 不会听到 天主对我说这句话 什么说话 我服 我就凭你的口供 定你的嘴 勞架呼音 十九章 二十二节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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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